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口語的部分 這禮拜本來要接續講後面的那一段 那可是我覺得我們上禮拜講的 我們如何說話 這禮拜我們要來講 我們怎麼如何管理我們的心 那之後我們會再回到 雅各書的第三章 後面那一節講完 你有去面試過嗎 有 去面試的時候緊不緊張 好緊張喔 那天會不會穿的特別帥 第一個代表重視那個面試 第二個代表什麼 別人才不會覺得我醜醜的 好像不要我一樣 有一個調查 他說57%的經理認為 如果你今天長的不怎麼樣的話 就算你們兩個的人 能力大概差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你猜他會選那個 能力比你差一點點 但是長得比較帥比較漂亮的 還是選你這個 就好像很好 但是比較中庸的 你猜老闆會選哪一個 帥 帥 答對 有百分之六十的老闆 你看在一半以上 會選他覺得他看得順便 他覺得他比較帥 那有百分之八十四的經理 他更有那個年齡的歧視 只要你年齡太大 就算你這個能力很好 他也寧願去聘那個比較年輕的 他們的感覺是什麼 我請問我能讓打打我搓 慢慢的帶帶帶 帶到有一天他還不是跟你一樣 所以他們很 所以我們知道在我們的面試裡面 有很多的是歧視 有很多的是不公平 但是今天我們賭的這一段經歷 有點提醒我們 叫我們小心 我們基督徒 有時候也常常把這樣的想法看法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人跟人相處也不簡單 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不簡單 在你一個小小的家庭裡面 就會出問題了 何況你來到教會這麼大 我都跟人家說 你在教會不是一定會受傷 一定會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神非常愛你 不是你要去依靠抓住那個人 你是要抓住那個神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教會不是特別是這麼多人的時候 你一定會受傷 這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不受傷的話 我要感謝神 因為神一定要透過你去鼓勵更多的人 因為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在那裡面 你還是覺得很快樂很喜樂 那真的是 神要重重用你 所以你要更大的被神使用 你要去帶領更多的人 把你那個心中的喜樂傳給他們 今天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甚至在我們的外面 有時候我們都必須說 我們會有一點點偏心 但是神說 你們要回到那個公正公平的樣子 這棟大樓是什麼大樓 那個租金一定非常的貴 前幾年新聞有報 蘋果日報有那個一週刊有報道 裡面有一間什麼 裡面有一間對 愛無限的行動教 愛無限的公益教會 那他在幾樓 在101的52樓裡面都是什麼 有錢有權 然後呢 就是地位非常高的人才能進去 那個週刊上面怎麼寫 如果你要進去 你要非常的有 康康 錢要很多 然後 一塊錢 我就幫你打電話 問乾潘那個主任律師 你要進去 你要進那個101的管理門的時候 他的檢店也是非常複雜 我想他們有必須好好地 保護他們的身分跟人際關係 但是我一直覺得 如果在神的愛裡面的話 難道他們不能來到我們 永福教會跟我們一起坐在這裡 禮拜嗎 他的租金一年要幾百萬 甚至快上千萬 如果把那些東西拿來做教會的事工 你想可以做很多 當然在這裡沒有他們的考量跟他們的需求 但是雅各提醒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來到教會 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孩子 都是神所看重的 出在教會存不存在這個問題 就存在了 所以雅各在這一卷書裡面 我們可以好好地回去讀 我覺得對我們的教會生活是非常有幫助 你透過讀這卷書 你可以更了解教會的狀況 甚至讓我們自己不跌倒 整本聖經裡面 耶穌教的是什麼 在新約 我說新約 他提醒我們什麼 你要愛人如期 要愛人如期真的不太簡單 這是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操練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操練 這一個人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他 甘地 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也接觸很多的宗教信仰 那他對於基督教他一直有一個 我看一本書 他說他對基督教有一個界限 應該是說他在教會裡面曾經受傷 是因為有一次他到教會做禮拜的時候 他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他走進教會 就被趕出去了 那裡面的長老就說 你走開我們這邊 不可以讓我們進來 你不行 你出去你出去 你如果不出去的時候 等一下我就拉你出去了 所以他就沒有在盡量 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是什麼 他進教會的時候 我們都說在這裡對不對 他說你看起來 可能髒髒的 那不然我們坐在那個最後面那裡 從此之後 他對於教會有一種界限 雖然他很認真讀神的話語 但是我想他在那裡面是有受傷 有軟弱 親愛的弟兄姐妹 帕麥我們的教會是一個 有愛的教會 甚至在外面 我們知道 不管是在裡面或外面 你會遇到什麼 某高校招生 結果咧男生怎麼樣 欸哪有男生那個水平就那麼高 女生怎麼辦 唉唷 連頭都勾不到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遇到這種事情很多 那是神的話語提醒我們 特別我們成為一個神的孩子 你在這裡面可以做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用我們大家用的眼光去看每一個人 用神的眼光去愛每一個人 而不是用特別的眼光去注視每一個人 今天的經文我們一起來念第一節 我的弟兄們 我榮耀的主耶穌幾乎 變故的愛可萬好來人 好 這邊有幾個臉型 有這個類似三角形的 有下巴比較長 凸頭的 然後呢 有這個比較胖的 這比較長好像比較正常對不對 然後呢 這臉喔 方方的 看起來就很壞 然後這三角形 頭髮這麼捲 當你看到每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都會對那個人有基本上的評分 那是我對你的第一眼心印象 有人甚至到了第一眼印象就 唉唷我等一下絕對不要跟那個人講話 做禮拜晚一定要直接繞過他 然後趕快回家 我不知道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沒有這樣 神說不行 你要去愛每一個人 不要按著別人的外貌看他 在生命記不只在新約 在舊約的時候 神說審判的時候 不可以看人家的外面 因為審判是屬乎神的 然後呢 你不可以分貴賤 也不可以懼怕人 這句話是為了要提醒 當時的以色列人 這個人是誰 分開海的那個人 是摩西 當他帶領整個以色列人 要出埃及的時候 要過紅海的時候 他們在那個生活裡面 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增長 那時候領導人是誰 摩西只有他一個人 如果你們這些人 有問題都要來找我 我應該也會很煩惱 你想摩西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問題 今天財民永遠叫做啥 誰家吵架都要跑去摩西 摩西怎麼辦 很累 所以神就提醒他 你可以設立千股掌百股掌 然後設立很多掌斷 但是他重要提醒他的就是 你們在審判的時候 不可按著貧富貴賤 不可按著外貌看人 不可以懼怕人 我們很容易就怕人 因為他是我的老闆 他是誰 神說沒有因為他 來跟你關說 而你害他 神提醒我們 不要因為人的關係 而去傷害另外一個人 回到這一節 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今天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是我們需要去學習 但是你看耶穌 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個不偏待人的人 在羅馬書2章11節這樣說 因為神不偏待人 所以當人家來找耶穌的時候 他怎麼說耶穌 他說夫子我知道你是誠實的人 而且因為你不會看外貌待人 今天人家怎麼說你 我跟你說他 你去跟他講話要小心 看他的心情 他今天如果笑笑的 就可以跟他講重要的事情 他今天如果你笑笑的 你就不要跟他說什麼 你去喔 你要穿得高貴一點喔 因為他 如果你怎麼樣怎麼樣 別人是怎麼看我們的 沒關係 你就去找他 不管你今天發生什麼事 他都會陪伴你 他就會幫助你 神要我們的是 沒關係 你就去找他 因為他不會看你怎麼樣 神幫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很有愛的人 神監選了什麼呢 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心上負主 並且承受他應許 然後呢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 那負主人其實不欺壓你們嗎 今天是不是負主就不好 神只愛貧窮人嗎 今天雅各在這邊說的那個負主是什麼 負主是 除了你很有錢以外 再來是你的信仰可能很好 你的生命品質可能很好 你的工作可能很好 那都是神眼中的負主 不必是只要你有錢 當我們都在最高位的時候 你今天的是工作很好 你是不是負主的人 是 你今天是一個老師 你是不是一個負主的人 是 你今天是一個家庭幸福 家庭很幸福的人 你是不是個負主的人 是 但是當你家庭很幸福的時候 你有時候可能會想 啊那個人 他就是太兇 不會管理他的先生 不會管理他的老婆 才讓他的家庭變成這樣 我們很負主的時候 我們開始轉變一個樣子 是去指責那些可能 他某些地方有缺乏的人 神說他要的不是這個樣子 今天不管所有的人 都能夠領受到這個救恩 但是你要在這裡面彰顯神的榮雅 有一個卡車司機 我們知道美國人 美國人都很有那個種族歧視 他們覺得白皮膚才是完美的 如果你今天是黑色的皮膚 通常他們都不會不太尊重 而且他們也盡量不讓他的小孩 到他們那一區 那有一個卡車司機 他從小時候就很討厭那個黑 就是黑皮膚的人 有一次他在開卡車的時候 他就開開開開開開 輸車禍 整個火燒起來 之後他小孩已經死了 那都昏迷了 昏迷之後 他到醫院醒來之後 他發現他旁邊躺了一個黑色皮膚的人 心裡想說 我怎麼跟這種人睡在一起 旁邊是一個燒傷的人 跟他同一間病房 等到護士來換藥的時候 他才知道那個人是怎麼樣 為了救他整個手燒起來 他為了把他拉出來 所以在那裡面手燒起來 在那時候開始 他才完全發現 他對人的界定太深了 他對人的看法太嚴重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看清偏袒別人的時候 那是一個沒有愛的行為 今天的經文第三節怎麼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穿美的 穿得很漂亮的人 進來就說 那你坐在前面 第一排都是特別坐 當他穿得不好的時候 你說你站在那邊 或者是坐在地上 你們沒有偏心對待人嗎 在當時的社會裡面 我知道以前要有椅子不容易 所以當時出在教會裡面 他們在坐禮拜的時候 可能他們的椅子 沒有那麼多 那他們的椅子是給誰坐的 就是你很會賺錢 你是猶太人 然後你是 就是在裡面可以管一些官員 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 所以雅各提醒所有的人 不要在那裡面偏心對待人 今天不管創世紀怎麼說 我們是誰所創造的 神所創造的 所以你是一個媽媽 神也愛你 今天就算你是一個特別的人物 你身體有殘缺 你的某一部分有殘缺 神愛不愛你 在神的眼中 這個都是公平的 神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給你 愛你的什麼 讚 這個讚是從地底下出來 我覺得其實還蠻符合 我說要表達的 神看你就是一個最棒的 不管你走到哪裡 你就是記得 如果你那天灰心的時候看地上 地上就會爆出一個 讚 神要給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個愛的感覺 所以你在神的眼中 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同樣別人在神的眼中 也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你們要用這樣的愛接納他們 第八節是我們剛剛念的 愛與人如極 我覺得這個愛人如極 其實它前面多一個要 也可以把它放下來 愛人要無極 你愛一個人要如通 愛你自己一樣 後面經文說什麼 你們若遵守這個律法才是最好的 今天把最好的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讓我們每一個人去想 上禮拜我們說不要在說話上面 讓人家跌倒 因為當你說出的話 就如同一根火柴一樣 可以點著最大的樹林 可以傷害最多的人 這禮拜要提醒我們 除了說話不要傷害人 你的心裡面所想的也不要偏愛人 不要傷害人 看一下這張圖片 好 兩個小朋友在幹嘛 他什麼屏幕 他什麼屏幕 那上面寫的什麼字 騎士不是女生姬 今天不是你生出來 你就開始我討厭 沒有 神給我們一個我覺得很棒 是 在小孩子的時候 不管你長得要 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開始之後 隨著教導 隨著媽媽說 你不要跟那種人在一起 小孩子就開始 不能跟那種人在一起 對對對 所以下次看到不一樣的人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那天衣服過破的 不跟我同一邊 這兩個孩子 在他們最小的時候 他們沒有印著他們的皮膚 分過來對吧 兩隻手比著你比著我 我們就是一家人 神所要的就是我們在那個愛裡面 就是一家人 這個是 在約翰一書 他說 如果有人說我愛神 去和他的弟兄 那他就是說謊 今天你來教會禮拜 昨天張師聰牧師又來 來到教會找王牧師 那他說了一件事情 所有的教會的弟兄姊妹 禮拜日就變成基督徒 出去外面就變成外面的人 今天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有禮拜日的早上 十二點之前我都是基督徒 十二點過後回去就不一樣了 他說我們要非常小心 我們成為這樣的基督徒 你不能說我愛神 卻恨惡你的弟兄 喔我討厭他 那今天要跟神說 神啊我感謝你 我讚美你我愛你 神說你要愛人如此 那句話當作 對應該是跟他講的 不是跟我講的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神是用他的話語提醒我們 而不是提醒你的另外一半 你不能跟他說你都沒讀聖經 然後你一直罵他 神會告訴你 你讀聖經有讀進你的心嗎 記得不要因為你自己 而去看見別人 這一張照片裡面 有爸爸 有年老的 有小孩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健全的教會 現在的教會裡面 很多都是有年齡差別的 他們只要年輕人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一個家 你家只有年輕人嗎 沒有爸爸媽媽 No 你的家有誰 有阿公阿嬤 我還有阿祖耶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家庭 如果你的教會裡面 只有小小小朋友 吃飯怎麼來 也沒人照顧他們 神的家裡面是要有老 有少有小 大家一起照顧彼此 一起分享 你可以拿你的三星產品 分給你的阿公看 他可以告訴你 我以前遇到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怎麼三手榴彈還是怎樣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可以透過這些不一樣的生命的分享 學習到很多很多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接納我們的不一樣 這個椅子的這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接納嗎 你敢坐嗎 那椅子不一樣 顏色不是我的胃 神說每一個都是你的胃 你就是比較坐著就對了 接納我們每一個人的不一樣 接納怎麼說 羅馬書15章7節說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 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今天你說壞事 你要不要神接納你 一樣 你來到神的面前 你豈不是想要 祂能憐憫你 赦免你的罪嗎 那當有一個有問題的 來到你面前 跟你相處的時候 你豈不是憐憫他 協助他嗎 彼此接納 如同神愛你接納你一樣 好 這一個女生跟一隻大象在一起 如果有隻大象在你旁邊 你可能會發育 他買改革會 大象跟你合不合 可能溝通上有些問題 你可以擁抱他一下嗎 可以啊 就如同這個女孩子抱他一樣 彼此欣賞 彼此欣賞 不要結黨 只要心存謙卑 看別人比自己強 我們通常都會覺得自己比較棒 我做家事通常不太喜歡給我老公做 因為我都會覺得他做得不乾淨 我都喜歡我自己做 可是自己做又心底又在那邊說 你為什麼都不幫我做 他做了過了一下下 現在我又看護士研究就去幫他做 親愛的 看別人比自己強 現在我會說你去做 我就會忍耐在那邊開始學習 總有一天他會越做越好 對不對 他會有進步 所以看別人比自己強 有一個和尚 某一天遇到一個人 那個人穿的不怎麼樣 他就不想泡茶給他 都不想 就隨便 反正我們應該有經歷跟人家講話很應付 對不對 對 嗯嗯 當那個人說我是蘇東坡的時候 和尚馬上怎麼樣 啊你要喝什麼茶 我這邊有一斤兩千塊的 馬上變了 他說不然你幫我提一個字好了 蘇東坡我提什麼字給他 他提了幾個字啊 我覺得蠻特別 他寫了這幾個字 坐 請坐 請上座 茶 泡茶 泡好茶 那個和尚馬上臉就垮下 今天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這個人只能拿來坐咧 茶 怎麼樣 黑青菜跑 那個家裡的那個利盾紅茶 幫我拿出來泡給拿走就好 好 低的總人來不一樣了 怎麼樣 欸請坐請坐 那我泡茶給你喝 好 這是泡湖東的茶 第三種人 今天總統來了 怎麼樣 欸總統一起上座 然後呢你要什麼茶 我拿最好的茶出來 蘇東坡在那裡面 當他沒有被接納的時候 別人看他為罪落小的時候 把他放在最低的位置 今天當一個人不告訴你 他的身分是什麼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接納他 如果今天我是總統 我本來不告訴你我是總統 你會什麼對我 用最大的愛嗎 那一天 禮拜五我帶松點團戲出去玩 通常我帶松點團戲 不管帶什麼團戲 我都會盡量坐在司機的旁邊 司機的旁邊 那我們那天出了我們教會27個 還有入港教會13個 去呢我們就一路去去去到嘉義很快樂 那到中間的時候 他們遊覽公司就準備那個茶戶啊 我就去開始幫大家倒茶 但是基本上我不是遊覽車小姐 所以我沒有經驗 而且那個茶超重的 然後你就因為遊覽是熱的 我就跟他們說 你可以協助我一下嗎 因為我不太會倒 那個入港教會的姐妹就跟我說 啊不然你是 我說我是永福教會的牧師 他說喔你是牧師喔 我一直想說今天的遊覽車小姐 怎麼沒有來服侍我 還在那邊一直說 這個不專業這個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姐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如果我沒有告訴你 我是牧師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來看待我 可能也是可能也是一個 對沒有一個 他可能想說 欸他怎麼沒有來服侍我 但是他沒有想說其實他也可以自己去跟遊覽車小姐 說我可以一杯茶嗎 我需要一杯白開水你可以給我嗎 不一定是要等別人來服侍你 那透過那一個裡面 入港教會的傳道也有去 那他一個長得比較 欸有人還叫他司機 我就跟他說 我們兩個今天就是絕配 你當司機 我當遊覽車小姐 所以其實在那裡面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有他不一樣的過程 每一個人的生命 長得也都不太一樣 那在這裡面 神提醒我們彼此接納 在我們的愛裡面 我們彼此相愛好 這一個人 他有一個光頭 這個是一個小妹妹 如果是你 你要接近他嗎 雖然是我們現在要教導小孩子要分辨 但是其實有時候 他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這麼的壞 他後面的是長出什麼樣 他其實是一個天使 是一個次郎 他是一個非常愛的那個孩子 今天神提醒我們不要暗子外貌歹人 好 聖經裡面有一個很漂亮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亞沙羅 聖經怎麼希望他 從頭到腳完美 你覺得你自己有這麼完美嗎 從頭到腳完美 這種人怎麼樣 可以去紐約時代廣場周秀 但是他是一個怎麼樣 為了爭奪他的王位 背叛他爸爸 然後之後背他 其實他頭髮是一個很有特色的 如果按聖經記載 你們可以回去看 他的頭髮是很有特色 非常美的 那最後因為他被追殺 就是他背他爸爸之後被追殺 他的頭髮就勾在那個樹叢裡面 之後就有賞屍性命 所以在神給你最完美的裡面 你沒有一顆最美的心 那後面可能會被你最美的東西 給傷害 這個人他的名字叫做大衛 當善國人去高他的時候 他的哥哥一排站出來 每一個人都很重財 就是他 那個就是四學做五書 那個就是四學做什麼 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完美 但是神卻要一個什麼 如果你看到他的時候 還笑得有一點靦腆 然後身上穿得怎麼樣 破破的 然後提著一個水桶 他在一個拐杖 你看也不覺得是他 但是耶和華那時候的話語的進度 他的心 神不看待人的外表 神是看人的內心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們介紹的這一位神 他是偏待人的神嗎 不是 所以神提醒我們每一個孩子 也不要偏待人 所以你們應該彼此勸勉 互相建立 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 常常在我們的愛裡面 去幫助很多的人 我知道我們在很多 現在坐在底下的弟兄姊妹 很多人就很有見證 神說你們就是要更多的這樣去做 去代理別人 愛別人 最後我再用一個故事 作為結尾 這是一個偏見 在網路上的一篇文章 那我那天看到 同樣也是一個歧視的 歧視的觀點 這個人他是一個老先生 非常有錢的老先生 在有一次他的研究裡面 他是一個很有聲望的人 那有一次他在研究裡面 他受傷了 他看不到了 那所以有一個剛好在研究 就是看清 排擠黑人的一個學生 去找這個老先生 跟他談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說他眼睛看不到之前 他真的都不跟黑人來往 連要付錢給他 他都不放著讓那個黑人自己拿去 那可以取黑人嗎 不行 但他們的村莊裡面取黑人 就會被歧視 而且會被看清 就是你整個家族的生望就會往下掉 那所以他們完全不跟黑人接觸 完全不接接納黑人 所有的生活 只要是黑人都是跟我們隔絕 那在他瞎了之後 他就做了附件 有一個他附件的老師 就都一直帶領他 在帶領他的期間 他就跟他談很多 以前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跟他歧視黑人的這個部分 那那個老師就跟他說 你知道嗎 我就是一個黑人 可是他非常用心的陪伴他 這個老爺爺到最後他只講了一句話 他說 當我的眼睛看得到的時候 我是能界定 那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當我眼睛看不到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很不習慣 因為我很想知道 在我對面的是黑人還是白人 但是他完全沒辦法了解 他是黑人還是白人 他只能用他的心去感受那一個人 他說他很感謝神 在他還沒有瞎之前 他是用他的眼睛看的 在他真的看不到之後 他是用他的心去體會哪一個人 所以看得見的只是表面 看不見的是真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要透過我們每一個人 去改變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 用你的眼光看人的機會太高了 我相信我們也曾經在這裡面受傷 神就提醒我們透過雅各書 讓我們改變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每一個人 在信仰裡面帶領更多的人 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要來唱我們今天的回應詩 上禮拜我們唱聖靈的江河 那這禮拜我們要唱 彩虹下的雨堤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首歌 他的歌詞我很喜歡 他說我空虛的心靈終於在留言 期待雨後 我們要用兵分的彩虹 訴訟你我的願 這首歌是讚美之犬 你們前面的歌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唱很多次 但是 在你的心靈裡面 其實你可以被神的愛教官 在秋月裡面 神藉著彩虹 用我的約定 你的永恆的約定 是祂再也不傷害所有的人 在秋月裡面 神采派了耶穌 讓我們的生命得住 今天你就是領受的孩子救了 所以如果你曾經被傷害 你覺得你的心靈痛舒 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得到這美好的應許 這應許是 你可以得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愛的孩子 不管在外面別人怎麼看 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神的孩子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彩虹像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彩虹像 我空虛的心靈 我空虛的心靈 小心 快樂 快樂 周 Me 曝環虹 痛 我 明瞰的彩虹 说出你我的缘地 我 无安的教肤 终于可以停歇 祝你为我 爱舍了生命 因舍了万年 与你永远 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 千古不变 我要保护 为生命欺骗 我 无可送你一次爱 他 必须说你的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声中 他不偏待人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也要到处神说 你要回应他说 说从今天开始的不偏待人 我要用你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 特别是你的孩子 特别是你的亲人 特别是你所教的学生 特别是你底下的 你的员工 或者是你的同事 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在我们的医院上班 她会来告诉我说 她被一个基督徒所歧视 她哭得非常顶重 因为她觉得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应该要有更深的怜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 或许我们曾经过去伤害过人 但是 盼望在今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 提醒我们 我们会到神的面前 重新 告诉神说 我愿意用你的眼光去看别人 那如果有机会 也盼望我们可以去跟那个人 或许你曾经伤害过的人复合 那如果你误我 我曾经被伤害过怎么办 我告诉你会到神的面前 那神的爱 更多的懒爱 那你在那边得着被神的爱摸着 甚至你被抑制 甚至提醒你说 反过来用你的爱去爱那一个人 为那个人祷告 有一天 你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会不一样 因为你会感觉 你会为你的生命选乐 你会跟所有的人述说 神的恩典 再次来唱这一首歌 彩虹下的歌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可以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可以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灵 我空虚的心灵 我空虚的 vold 为我满舍了生命 一生而满烟 愿意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 却不不灭 为我满舍了满舍你的心愿 我无可送你此爱 当地书说明天天天 今天天父上帝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昔出来 所以说谢谢祢透过今天的华人提醒我们 我们不可以叫别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坐在那个位置上 可是神我们要用祢的眼光去看祂的 主求祢把我们眼睛上所带的 那个偏袋的骑士的眼睛 统统把我们拿下来 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的 包括看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的色调成 祢透明今天就 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得到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 祢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祢爱我们就如同爱所有的人 祢没有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而看我们为最小 就算我们今天穿着破烂的衣服 如同刚刚那个土 如同大胃一样 我们弱小我们卑微 但是神啊 祢就要拣选我们 祢就要高摸我们 因为在祢的眼中 我们是最特别 我们是独一如二 我们是按着神的心力所创造出来 神我们要将我们自己 完全交错在祢的手中 愿祢的爱 如同雨一样清晓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神祢所摸着 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 借着祢所给我们的爱 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今天在这边 宁受神祢的话语 愿祢的话语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就是 所以我们是这么深的 请坐